美国大选白热化 候选人周边商品也卖得火热 尤其川普的摇头娃娃 向来是销售冠军 前阵子甚至推出 遇刺未碎板掀起热议 而近日又被发现 全是中国制造再成话题 文勇直呼这是个大问题 部分川粉大感失望 毕竟川普对中国态度一贯强硬 更曾扬言要进一步课征关税 美选聚焦中国和经济议题 川普近日财务大公开 靠销向授权 包括代言圣经 以及名下房地产 并持有加密货币 年老一百六十七亿台币 迄今功力惊人 而且还在中国注册 一百多个商标 无独有我对手民主党阵营的华兹 也因中国通的背景备受检释 美国中医院监督委员会 16日宣布 对华兹发动正式调查 包括他曾任澳门理工大学 客座研究员 在广东佛山任教 甚至选在六月四日 天安门事件周年结婚 并在中国度蜜月 2015年也曾随 佩洛西访中会晤李克强 在关键摇摆之后 川普与贺锦丽不分宣制 但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学者普遍分析 无论是谁当选总统 白宫有中政策不复存在 美中竞争态势料将持续升级 三连新闻 全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